你這些性騷擾的靈體是甚麼呢? 就是你任何行為、任何語言、任何眼神 你都會覺得不舒服、被威脅、被攻擊 就是性騷擾!明明假!明明假!知不知道! 究竟男生看女生一眼是否屬於性騷擾呢? 一名女子和男朋友搭港鐵期間突然蹲在地 當時一名男學生看了她一眼 李明女子發現後就立即大罵 說這名男學生用眼神性騷擾她 更直言男學生望一眼令她不舒服 她的男朋友也在旁邊大聲附禍 最後這名男學生在兩人威逼之下報警 你好!我想說我剛在神水擺站 在月底時有兩人出入 還有女生坐在地上,看藥眼 甚麼叫坐呀? 我是蹲在地下,我不舒服 M頭,所以蹲在地下 你真不注意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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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網民分享了事件後續的片段 雙方在車站裏繼續爭執 男學生更哭著向圍觀市民解釋 不少網民都欣賞男學生的處理方式 但讚她EQ高 更有網民直言 在這個世代,男生都要學會保護自己 大律師陸偉紅就認為 事件入面 男學生行為沒有構成性騷擾 並且建議 如果有市民遇到類似的情況 首先要保持冷靜 不要嘗試離開 在確認安全以及事先聲明的前提下 可以考慮拿出手機 將對話過程錄下來 以保障自己